溫婷芸 我们待会选一首她的词给各位看 这个早期的花间词派 词最早的花间词派 他们可以用很多的篇幅 来描写女性 女子她们体态的美 阴身或是她们的情感 因为古时候女孩子 她们的活动范围比较小 都在闺房里面房中 所以有时候会从主人翁 这个女性的主人翁的体态 她的容貌 或者她的情思 她的情感 写到她所居住的环境 甚至可以写那个屏风怎么样 那个香油怎么样 比较是美艳的 美艳的 所以这个时候词会归纳成为艳科 词会被归纳为艳科 就是说写的是一个美艳 相艳的女子的这些她的一个情形的 就是花间词派的关系 然后到了东坡一扫 一扫这个艳科的感觉 所以才说做大丈夫的 所以就所谓 寒出所谓叫做好坚 所以花间词派的代表 像弘元寺 最主要的代表像温提云 所以要记住她 再来了南唐 南唐匹 讲到南唐我们就知道 是南唐两个父子 李后祖 对不对 李玉 李锦 唐 李后祖 李后祖父子 那个什么因为 这个王国卫先生 在人间词派评说 李后祖作为政治的帝王 是什么 是失败的 但是作为文学的 死的帝王 是成功的 第1 连瓦已缠缠 春以南山 罗求不耐无惊寒 这个是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傻 是不是 我们待会 我们也可以其他的 其他的余美人 敌意的词 叫做南唐二祖词 再来就是刘勇 刘勇刚刚讲的 他是开拓 他词的篇幅 从小令变成曼子的 很重要的一个人 再来我们看东坡 苏氏 苏氏就是把词 他扩大词的内容 词的篇幅 让词从燕科 晚约走向了豪放 所以我们说词 有所谓叫做豪放派 豪放石派 是这样来的 是苏东坡 东坡对这个词的贡献 第6个叫义安 义安是谁 就是李清照 两个安很厉害的 一个叫李义安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是新嫁轩 嫁轩也是这个 他们两个都是山东人 那么都对这个词的贡献 就是不可不可小视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但是这个李清照 在这里面有两个女性的作者 女性作者 一个是李义安 就是李清照 一个叫朱熙真 这是两个在词坛当中 两个我们不可以忽视的 不能忽视两个女性的文学家 都很有成就 那么在我刚刚讲 再来一个叫做什么题 叫做吴菜题 吴菜题就是 蔡伯坚古艳高 这个一般人家比较不会提的 但是有一分是这样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新嫁轩 嫁轩叫做又安 所以三东二安 三东两个安 三东二安 李义安跟什么 新幼安 新幼安是谁 就是新嫁轩 就是新气急 气急 他的本名叫新气急 以前的爸爸妈妈 他长辈可能希望这孩子好养 对不对 起的名字 可能他小时候体弱多病 气急 不要有病 汉淡是一个大疆 叫做什么 霍去病 有没有 霍去病 两个人这个名字 真的是遥遥相对 一个叫霍去病 一个叫做新气急 可能这是可以看出父母 父母长辈对孩子的期待 他又叫做又安 两个都是三东人 所以三东 三东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 周公是不是在三东 孔子也是三东人 孟子也是三东人 三东出了好多好多的 他可以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奇迹光都是三东人 上次匆匆忙忙 连孔庙孔府都来不及看 到了那边 我们到的门口是 嘎那嘎那 五点零五分 碰到那个山东发洪水 就是一步让我们进去 不过 人生好像有一点留下一点遗憾 对不对 一直很良在去山东 有一天我去寻根 去看一看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他都在家宣 当然家宣很多的时间 都是在江西不过的 因为三东那时候作为伦县区 作为伦县区 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三东 因为那时候县匆在辽经 被辽经所经 我们将来在讲他作品的时候 再来跟各位同学做比较详尽的说明 再来有一个题叫做什么 叫做戒案 戒案题 戒案就是照燕端 这比较不知道 在最后我们看第十一个叫做白石庭 就是江葵 那我们会选一首他的词来看 江葵 江葵作为一个 当然还有像吴文荫 这些人都蛮有名的 江白石 小红低差 他有一个妾 叫做小红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 词虽然有人分为题 把它分这么多题 但是在明代的时候 有一个名人 他把这个词分为两个派 叫做豪旺派跟婉约派 豪旺约派 那这当中 豪旺派是以苏东坡跟新加轩 为主要 那所谓的婉约派 就是以这个当中是周邦宴 周邦宴 把那个刘勇 周邦宴 还有江葵 就是江白石 都归于这个派别 那当然一般词是以谁为主 一般说以婉约派为正统 那豪旺派是一个义军突出 好 这个现在我们先这样子 现在我们来找几首来跟各位同学讲 刚才我们是讲那个词 词本来是从令衍生出来的 令就是词 就是小令的意思 现在我找一首温婷宁的词叫做九泉子 要跟各位说明 不是九泉子 我找到金肉子 我们找金肉子来跟各位 有没有找到吗 有 我们先找一个叫金肉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花间瓷派的 你要通过它 你就知道什么叫花间瓷 写得非常香艳的 温婷宇的 你会看出他用很大的文字篇幅 来描写这个 女性这个归宗的人跟国 她的金肉子有三首 我们把它念 然后我们对其中的一首 比较来花一点时间 我先把它找出来 有没有看到你 有没有 柳丝场春雨戏 花外肉身调剔 金赛燕取成物 花瓶金泽孤 这叫上片 香物薄透莲目 惆怅谢家持戈 红竹辈绣垂 绣垂梦长均布置 这个很有名的就是画瓶金泽孤 我们翻篇 新斗西中古写 年外小阴残月 蓝露众柳风写 满亭堆落花 虚隔上 以蓝望 环市去年 重唱 春雨幕 五思无穷 旧欢如梦中 第三首 玉如香红蜡内 偏照画坛 秋思 这个是念四 不是秋思 梅翠 梅翠薄 定云产 夜长求整寒 梧桐树三金鱼 不到离情正苦 一夜夜一生生 空皆低道明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 看得出他的 他的 那个深情 这首诗 这首诗是非常重 声音的感情 叫做深情 深情 这写一个梨子呢 在 在这个 在闺房中 然后一个 哪里成眠的 在怀念 怀念他的 情人的 柳思藏 春雨戏 你看他这个 替 孤 月 禅月 上 优优独播剧场—— 希臘 立即 二 梅 秋 四 二 七 四 这首你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三首 然后是双片的 所以就叫做双调 我们已经写了 它的名字叫金肉子 每一片是个小令 刚才写的已经知道 小令的 每一首是两片 有没有超过五十八个字 没有 所以你知道它是一个令旗 它只不过是连续做了 连续做了三首 而且这个首词 你要发现它有没有换运 有没有换运 第一个叫 有失常春雨去花外肉身调剔 剔 有没有 这是什么 是不是浙身运 浙身运 金赛宴起成物 化品金泽孤 什么运 什么运 平运 有没有 相悟薄 透连母 惆怅 谢家 此刻 什么运 又是浙运 红竹被 绣垂帘 梦场 君不知 又换回什么运 什么运 换回什么运 平运 所以它几乎是浙运 平运 浙运 平运 对不对 所以换运 在换的运 所以这个换运的话 我可以叫它叫换头 有一个名字叫换头 他这首词啊 很重视那个 平正 那个一阳顿 错的 一阳顿 我们先把这些 就像第二首好了 心悦是 中古歇 歇 有没有 连外 小阴 禅悦 乖 出这身 那用的这个词 常常用词 里面用的 常常是那个 哽咽的词 哽咽的那个文字 像那个歇 中古歇 还有一个人 要哭 亦哭泪的 然后哽咽在心中 那个 那个理情怎么样 哪里排前 你觉得不可以用 很快乐 这个阳瓶的声调吗 吹咽 乐 是一个这身字的 南路众 六风血 满天堆落花 又是平韵 虚格上 以南望 皇室去年 惆唱 再来 春雨幕 春雨幕 诗无穷 旧欢如梦中 又是幻平韵 一楼香 红竹泪 偏照 画长 秋四 这个诗 在这里念四 就是摸不着 摸不着 常里心中的情绪 叫做 叫做四 秋四 常在心中 但是没有办法 把握摸不着的情绪 梅水 有没有 薄 小 病云产 夜 夜长 求诊寒 梧桐树 三经 不到 女寝正苦 也是这一声 夜夜一声声 空地 空间一道 好 我们大概把这个词的一个身形 然后呢 这里面有好多东西 首先我们看这里 柳诗场 春雨戏 花外 肉身 调替 那个调替就是很渺圆 幽渺 绵绵长圆的样子 叫什么调替 可见这是一个晚 春天的 春 怎么知道春天的柳诗场 春雨绵绵 柳诗长得非常 柳诗 那个诗经里面不是讲吗 诗经的柳诗场 比如说 那个 春天的时候柳诗 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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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诗正常 就好像我对你的那个思念 柳诗 柳 所以 中国的诗诗里面经常会出现柳 从诗经开始 为什么 因为柳在什么 王孙贵贵 春草年年历 王孙贵不贵 柳诗 所以要折柳正别 折柳 霸桥分手的时候 古人分手 古人出门就是两种 要么就是乘骑马路行 要么就是坐船 船旁边 船旁边都会种很多柳树垂柳 那你要走 我就折一个柳树送给你 有两种案例 我的感情 我对你的思念 就像柳诗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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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时候 它会长出新芽出来 意思就是告诉你 被送的人 要自等归起 不要一去一步回头 所以要ence 就说 就说春草年年历 王孙贵不归 春草也好 榚柳也好 明年会在历 所以你应该明年 你去了不要太久 叶年后就要干什么 要赶快回来 所以这个金肉子 其实就是一个叶曲 筋肉 什么时候才会打筋骨 肉斗 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有松 是那个沙漏 我们小时候玩过这个 把那个沙漏这样打过来 等到那个沙子的肉光 看沙子肉多少 来刻出现在是一斤二斤三斤 所以筋肉子 其实就是一个一手叶曲